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 iPhone上面iOS 16.1即时动态好用的App 那如果你不清楚即时动态是什么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最新一版iOS上面才有的功能 它的英文叫做Life Activity 它最主要功能就是在锁定画面的下方 或者是主画面的上方 都可以显示App里面最新的状态 那它跟通知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它是即时更新内容的 例如说比赛的笔数 或是外送目前的进度 那开发即时通态这个功能 其实主要还是要靠第三方的App 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 所有目前有支援即时动态的第三方好用App 首先第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App 叫做FocusPomo 那它的图示是一个小小的番茄 非常的可爱 那它的功能其实主要就是番茄中的工作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番茄中工作法 不管是在你读书上面或是工作上面 都会变得比较有效率 它主要运行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你的时段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例如说你今天就是固定念书1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这样子的频率 然后可能有10回或是5回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订这样子 那首先我们先点进去这个App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倒数计时器 那点进去这个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去调整说 你今天想要专注多久的时间 例如说最长可以到90分钟 那例如说针对我这种 就是不容易专心的人 可能就是15分钟就OK了 或者点15分钟就可以开始计时 那这15分钟当中 我就要控制自己一定要专心 那同时我们刚才有说到 它有支援这个Life Activity的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滑到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有出现在我们的萤幕上面 那我们现在锁定画面 就会看到它上面 也是有出现这个Life Activity 当我们的萤幕是亮着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完整的时间 还有现在你搜集到了几颗番茄 例如说你已经进行了5轮的 这个15分钟的循环的话 它这上面就会显示5颗番茄 同时你在这个锁定画面的直直动态 你也可以直接放弃这颗番茄 你就按放弃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看到更多的控制界面的话 你就可以往左滑往右滑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像是形式力 或是其他的设定这样子 那如果想要看到你过去的记录的话 你就可以往上滑 你就可以看到说你今天专注了多久 然后上面可以选择周记录 或是月记录跟年记录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还蛮简单 然后精致的App 供大家参考咯 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这款App 就是Sports Alerts 那它是专门在计分的一款App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笔分丢到这个即时动态上面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现在的笔数是如何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款App 那上面就有非常多的运动供你选择 像是NBA或者是NFL 那选择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有哪些比赛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它就会出现这个Life Activity的选单 那点下去之后 当你在锁定画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目前的笔数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选项其实只有在这个比赛 正在进行当中才会出现的选项 当你在比赛结束或是比赛还没开始之前 你都是看不到这个按钮的 另外如果你想要一次追多个比赛 也是可以的 它在锁定萤幕的地方 就会这样子同时显示多个比赛 目前的笔分 所以如果大家在上课或上班 不好意思直接拿出手机来看笔数的话 非常简单 就要把这个Life Activity打开 然后你摆在桌上 其实在锁定画面的界面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目前的笔分 其他也蛮好用的 像是在右上角三个点点里面 你也可以把它加到你的形式里面 你就不会忘记这场比赛了 那下一款App推荐给所有要出国旅游 跟想要追踪航班动态的人 它的名字叫做Flighty 那我们点进这款App之后 就会看到一张世界地图 跟下面有个搜寻栏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查询航班号码 丢进去 它就会显示目前最新的动态了 那现在例如说我们来追踪 这个CI6的航班 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说出发地跟抵达时间 还有要过多久 这个航班才会落地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的地图 看到飞机目前是开到哪里 那在这个画面 我们直接回到桌面 就会看到上面的动态岛 直接就出现了飞机剩下的时间 那我们再进到锁定画面 就可以看到目前这个航班的资讯 就非常的方便 你就是在锁定萤幕 就可以看到目前最新的资讯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直直动态打不开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关起来的话 就进到这个航班上面的选单 把它往右滑 你就会看到这个Live Activity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或是关起来 那另外你在设定里面 也是可以强制把它关起来或打开的 进到设定里面之后 找到Flighty这个App 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把直直动态关起来或是打开 那你查询过的航班 就会直接出现在你的首页 就是你每一次点进这个App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航班 就非常的好用 那你往下往还有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时间差 还有现在的天气 跟这个航班 它提早到跟迟到的频率是多少 例如说这个航班固定就是会迟到的话 它在上面就会显示 它下面还会显示目前的速度 目前的高度 还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在下面都会显示 所以就是还蛮方便的 那这下款App 我们要来介绍这个Lock Launcher 那这个App 可以直接在即时动态的那个小框框里面 直接显示你想要执行的App 就等于说你在锁定画面 有更多快捷键可以使用 那我们现在先点到这个App里面 我这边就可以去设定说 你要放上几个App 然后有一些基础设定 那要新增这个按键 你就按下面这个App 然后里面我们直接按这个Choose Action 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你想要的App 例如说苹果内建App 或者是下面的HotApp 里面也非常常用 它里面很多我们很常用到的App 都是有的 例如说YouTube Line 或者是IG都有 然后我发现如果你在上面加越多App 最后再锁定画面的图示就会越小 它最多可以加到8个 但是它最大图示我觉得就是4个是还蛮刚好的 如果加到6个或是8个 它的图示就会变得有点小 锁定完之后我们锁定画面 就可以看到下面就有这个LongTur 那我们可以点击它就会直接打开Instagram 当然它里面可能并不是你所有想要的App都有 但是大部分很重要的App上面应该都是会有的 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不同的即时动态 还可以同时显示 例如说我这边就有两个即时动态的App 同时在显示 上面这个是航班的 除了执行App之外 你也可以把一些你很常用的捷径把它丢到里面 那用过这种即时动态的App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完全关不掉的 除非你进到这个App里面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这个沙滩的按钮 里面你就可以把即时动态关起来 那另外一个强制关闭的方法 是进到设定里面 然后去找到你要的App 里面就可以把即时动态关起来 有这个App之后你在锁定画面 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又要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今天希望它不要在动态网上面显示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往反方向滑 例如说它这个标示在右边的话 你就可以往左滑 它就会消失了 那如果想再次把它叫出来的话 就把它往外滑 它就会出现了 好那今天介绍的这些即时动态 不知道大家觉得好不好用呢 那毕竟这是第一个版本 之后应该会有更多第三方App 陆续推出这个即时动态的功能 那我们之后也会再来做特辑 那现在iPhone上面可以玩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 像是锁定画面 Widget跟现在的即时动态 那如果大家又想要看什么其他功能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影片的最后也不要忘记 帮我按赞订阅好开启小叮当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